现在社会越来越多人热衷于成为网红 他们凭借自己的独特之处通过网络世界 让大家熟知有意或无意之间受到其他人的追捧 成为网络红人 在网络世界里的网红们光鲜亮丽 现实生活中也是如此吗 让我们一同来看一看路人市脚下的网红 摩登兄弟刘宇宁在抖音上翻唱 将真的拥有上千万粉丝量 凭借着高颜值 高畅功 好人品的他一度圈粉无数 走红之后的他也受到很多明星的关注 其中就有无客群 网友们也欢呼离成名不远了 然而人红是非多 不久便被扒出黑了 说他离婚 被女粉丝的老公暴打 真让人摸不着头脑 再次出现在路人市脚下的刘宇宁 也逐渐成为一个油腻小青年 面容憔悴 抖音可谓是带火了一批人 其中的丽哥想必大家也十分熟悉 外表甜美 青春靓丽的他凭借一段 让我做你的眼睛的哼唱视频而走红 一时间引来无数粉丝关注 成为人人皆知的美女网红 有人喜欢 也就有人疑惑 身材不算很好的他 只有颜值还看得过去 唱功也不乍样 怎么活起来的 而路人市脚下的他和网络中的他也相差甚远 并没有那么完美 冯提默 这位斗鱼上火起来的娇小女主播 相信人尽皆知 体型瘦弱娇小的他长相甜美 让很多粉丝都心甘情愿 为他刷礼物 讨他开心 也是因为这样 冯提默被扒出离婚门事件 以及被人们热意的主播打赏事件 一度将冯提默推上风口浪尖 虽然黑料很多 并不影响冯提默在粉丝心目中的地位 而路人市脚下的失去了美颜功能的 他颜值也败下阵来 还有他的身高 天王盖第五 提默1米5形容得非常恰当的 西瓜妹一个长相普通的妹子 既没有丽哥甜美的笑容 也没有提默的娇小可爱 而是凭借一段拿西瓜扇子拍的视频而走红 这个视频也被网友们广泛模仿 但是网友们也只能学到表面 精髓始终领会不到 就是这样一个普普通通的妹子 在路人视觉下也再普通不过 最后要说的这位同样是抖音上爆红的网红 戴古拉K长相娇好 身材很不错的 他凭借一段甩臀舞 让大家认识他并喜欢他 这意外的走红 也让戴古拉K惊讶万分 根本想不到有朝一日自己也能成为网红 也有很多人觉得他走红不可思议 或许就是因为他那能够感染一切的笑容 给粉丝带来阳光 我们下期再见